台北市议员林瑞涂因为现身说法谈洗血 被卫生局认定有广告的嫌疑 准备要对诊所来开罚 林瑞涂上午再度召开记者会 为这间诊所打爆不平 但是卫生局仍然以诊所违反了医疗法开罚了 因为高调谈洗血引发争议 被卫生局怀疑是违法宣传 上午市议员林瑞涂再度主动召开记者会 为诊所抱不平 非常的不服啊 因为人家已经是提升到 把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引进 那你今天第一个要开罚十万 第二个要人家停业 搬出器材还拿出了进口证明跟鉴检报告 批评卫生局要把合法变成非法 不过卫生局人员不但到场全记录 也对诊所做出了开罚的处分 采访达到招来医疗业务的目的 是违反了医疗法第86条第五款 原则上我们会除5万到25万的罚还 针对诊所涉及广告的部分开罚6万元 不过对于林瑞图本人声称的效果 则是尊重病患个人的观感 并不开罚